大家有没有在选购摄影灯光的时候 在灯光的颜色选择上犹豫不决呢 如果要让两盏灯去匹配出一样的颜色 这时候又该看什么参数呢 色温或者CCT这个指标 便是目前最流行的描述灯光颜色的参数 大家也许会发现 生活中当黑色的锅加热到一定程度后 会散发出橙色的光 随着锅的温度越来越高 光线也会变得越来越白亮 这种现象便是色温的变化 而定义色温所对应的颜色 源自于不同温度下黑体辐射出的光波 在这期视频中 我将从黑体辐射的定义和为何有黑体辐射讲起 然后一次进一步介绍色温是什么 以及CCT相关色温是什么 这些参数和我们的相机 软件后期里的白平衡设置又有什么关系 最后也会谈谈色温作为光源参数标准的局限性 那么欢迎大家收看这期黑造影机 我是卡尔 如果大家对我所讲述的内容感兴趣 希望能够随手关注我的频道 这将对我有很大帮助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正题吧 在说明黑体的概念之前 了解一下电磁辐射是很有必要的 在第一期我们了解了 可见光就是特定频段的电磁波 也了解了电磁波被我们眼睛接收的一些过程 那么这次我们就反过来来谈谈电磁波的发生来源 我们日常遇到的所有物体 它们时时刻刻都在辐射电磁波 部分波长的电磁波能被人眼看到 而另外很大一部分的电磁波 人眼是看不到的 最常见的粒子就是红外成像技术 热成像仪使用了可以感知红外电磁波的设备 把接收到的红外光信息 转发为屏幕上我们肉眼可见的信息 我们粗略地来解释一下电磁波 电磁波本质上是由于加速的带电粒子产生的 静止的带电粒子产生电场 运动的带电粒子产生磁场 相互作用形成电磁场 随着这个带电粒子的运动 电磁波随之以光速扩散而出 那为什么我们生活中遇见的物体都在辐射电磁波呢 这是因为组成物质的分子有着带电粒子 并且这些分子因为热运动而不停地 无规律地运动着 原子内带正电的原子核和带负电的电子云绑定在一起 进行着无规则的永恒的震荡 这种震荡导致了物体不断辐射出电磁波 也就是说只要是有温度的物质都会产生电磁波 目前概念上只有绝对零度以下的物体 或者暗物质才会不辐射电磁波 这里算是非常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为何所有物体都会不断发出电磁波 作为世界创作的理解来说 应该已经足够了 想要深入了解的小伙伴 可以继续观看一些物理科普类博主的内容 来进行进一步的学习 我们都知道光照射到一个物体后 会有三种可能的反应 分别为反射 透射 或者吸收 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一个物体不透射光 也不反射光 吸收全部光线会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还能看见它吗 物理学上 我们把这种能够吸收所有电磁波 当然其中也包括所有可见光波的物体 叫做黑体 黑体是一种理想的物理实体 自然界中并不存在 黑体完全不反射光线 但是依然会因为自身的热运动而产生电磁波 这种纯粹的热辐射 我们称为黑体辐射 这是如果电磁波的波谱 正好进入可见光谱的范围 并且强度足够 我们便直接能够通过肉眼看见 不能猜出改变黑体温度 并能控制黑体发出的电磁波谱 最终得以实现出不同的颜色 我们通常在描述黑体温度的时候 使用绝对温度 单位为凯尔文 普朗克定律描述了黑体辐射的辐射率 与频率之间的关系 一个物体温度越高 其辐射波谱的波峰波长越短 可以看到 黑体辐射出来的波谱 是连续的 没有明显的断层 黑体辐射在1000开尔文左右 开始逐渐变成可见的橙红色光 然后随着温度升高 到3000开尔文时逐渐变成橙色 然后逐渐开始向白色靠拢 到达5000开尔文时 颜色被称为地平线光 也就是暖白色 到6500开尔文时 称为正五光 接近于纯白的光线 许多手机屏幕和显示器 也接近于这个色温 再往上颜色开始明显变了 逐渐往淡蓝色偏移 把黑体辐射在不同温度下产生的可见光 放在CIE1931色彩空间图表中的话 便可以得到一个曲线 简单的说一下CIE1931色彩空间 名字意味着它由国际照明委员会 于1931年制作 作用是用数学关系 表示一般人眼可见到的所有色度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黑体辐射产生的颜色 仅占我们可见颜色中的一条线 同时也没法表示纯粹的红和蓝 更和绿色和紫色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对色彩空间标准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留言 我们也许会在之后的节目中介绍 虽然自然界中不存在纯粹的黑体 但是有时候因为物体对电磁波的吸收能力很强 可以近似看作黑体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加热过度的锅会散发出红光 很多铁匠也会通过肉眼观察物件的颜色 来判断加温情况 那为什么要去测量和定义这种理想的 自然界中不存在的黑体和黑体辐射呢 因为科学家们需要通过这个理想的物体进行定量 从而进一步更好地了解我们自然界中已有的物体 甚至是帮助人类探索广阔的宇宙 研究世界的奥秘 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威尔逊和阿诺·彭奇亚斯 在1965年判断 整个宇宙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充满电磁辐射的膨胀黑体 它只比绝对零度高上几度 色温和相关色温都是用来描述可见光源的一个参数 用于量化光源的照明颜色 当光源以热辐射的方式产生电磁波的话 光谱分布则符合黑体辐射的特征 我们就能使用色温来进行描述 当光源并不是以热辐射的方式产生 并且光谱分布也不符合黑体辐射特征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考虑引入相关色温这个参数来进行描述 下面我们来先谈谈色温 举例来说 人造光源中 白赤灯利用电阻把灯丝通常为乌丝 加热至白赤状态 也就是达到能够产生可见电磁波辐射的温度 以此原理来进行照明 一般的白赤灯色温是在2400到2900开尔文左右 白赤灯灯泡内注入乌素的话 就成为了乌素灯 它依然是靠灯丝产生的热辐射发光 色温可以来到3000开尔文左右 这类人造光源因为发光源里来自于热辐射 光谱特性和黑体辐射相似 可以很好的将色温作为量化光源颜色的标准 基本可以把发光源表面的开尔文温度数值 直接转化为对应的色温 此外 因为白赤灯的工作原理 也就没有了平闪的问题 可以看出色温一词 并不是指色彩在我们接收方的感受温度 而是指光源在某个颜色对应的温度 从我们的心理感受上来说 橙色对应火焰的颜色 我们感受到温暖是合乎情理的 随着温度升高 到了白色 我们也能够一定程度的理解 毕竟夏日正午的阳光是白色的 也是非常热的 但是最不能和我们感受匹配的 还是更热的蓝色 这很可能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 因为热运动而导致的高色温光源 基本不常见 当然我们所熟悉的蓝色天空 肯定不能算在内 因为天空并不是原始的光源 它反射的光来自于太阳 但是到了夜里 天空中的星光就不一样了 星光中有的星星看起来偏红 而有的星星看起来偏蓝 那些看起来偏蓝的星体表面温度 可能就在一个极高的温度 比如猎户座 生锈漆高达10700度 看起来是蓝色的 而旁边的生锈漆则只有3200度 看起来是橙红色的 像生锈漆如此高温度的物体 我们生活中是很难见到的 相反 自然中大部分显蓝色的物体 通常和环境的冷相关 比如水是蓝的 雪映着天空的颜色也显得是蓝的 阴天的阳光也是蓝的 甚至我们用的各类温度标识 也是采用红热蓝冷的方式 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靠着热运动的辐射 产生可见蓝色所需要的温度是非常高的 即使现代生活中能看到不少蓝色光源 也通常是使用非热辐射方式产生光的 而白痴灯的光线如果需要改变颜色到白色 甚至是蓝色的话 显然是不能靠升温来办到的 通常只能额外添加绿光片来实现 这也算是这类光源的一大缺陷 现在我们了解了白痴光这类靠热运动产生的光 较为符合黑体辐射特性 那么对于那些不太符合黑体辐射特性的光源 主要是那些并非纯粹靠热辐射产生的光源 比如LED这类电质发光光源 或者是高强度气体放电光源 类似这些光源散发出的光并不太符合黑体光谱 这时候我们需要引入相关色温的概念 也就是常说的CTT 根据上一期视频所说的三色视觉理论和同色异谱现象 光谱不同的光线也能被我们的彩色视觉识别为同一种颜色 有兴趣了解的小伙伴也可以看一下上一期的节目 顺便可以随手关注知识一波 疯狂暗示 简单来说 哪怕光源的光谱奇奇怪怪 各种混合 我们以最终人眼能够接收到的色彩为准 来定义光线的相关色温 一个光源的CTT数值有复杂的计算方式 我们用这张图来举例 如果光源的颜色比如在这里 就会沿着垂直于黑体轨迹的等温线 寻找最接近黑体轨迹上面的点 如此来计算出这种不符合黑体辐射光源的相关色温 大家应该也看出了其中的问题 比如这样一个偏黄的光和一个偏紫的光 会是同样3000开纹的温度 这显然在实际运用中会有很大的模糊性 所以后来也引入了Delta UV这个参数 简称DUV 这样一来就拥有了二维坐标系 可以表示任何一种色度 注意的是CTT只有一个参数 是不包含Delta UV数值的 实际运用中来说 往绿色偏移用正数表示 往品色偏移用负数表示 说到这 大家可能已经能够联想到 相机或者软件中调整白平衡的色调参数 色调的作用和Delta UV是相同的 但是在具体的数值和定义上 每个厂商可能都不太一样 比如Adobe所采用的是Delta UV数值的3000倍 比如Delta UV加0.001将会变成色调加3 不难发现 对比于色温 相关色温显然在测量现代光源上更具意义 一个原因是我们现在的人造光源 大多数使用的是LED这类非白赤光源 这些光源在光谱上与黑体辐射是有差别的 所以光源颜色并不能很好的落在黑体轨迹上 为了能方便归纳这些非标光源 用单个数值的CTT参数来大致体现光源颜色会显得更加简洁 还有一个原因便是我们一般的人造光源一定是朝着近似自然光源的方向设计的 这意味着除了专门用来做彩色照明的灯光外 大部分的人造光从生产设计的角度颜色也会尽量贴近黑体轨迹 这也使得大部分光源偏离黑体轨迹的幅度较小 因此采用CTT这种不精准的参数也不会使颜色的纸带出现太大偏差 目前大多彩色照明光源也通常不会仅靠CTT来表示颜色 比较多的是使用RGB参数或者是色温加色调的方式 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太阳这个光源又是如何的呢 太阳的表面温度为5778凯尔文 其光谱分布曲线是较为符合黑体辐射特征的 但是我们能明显感受到每日不同时间段的阳光颜色是有区别的 这主要是因为大气层对阳光产生了影响 导致我们不是直接被太阳辐射所照射 也就是说我们日常接收的阳光已经被加工过 大气中的分子或者粒子会吸收或者散射光子 这使得阳光的光谱分布发生了变化 其中锐利散射是天空看起来偏蓝 和日出日落太阳看起来偏红的主要原因 因为锐利散射对短波长也就是蓝色波长 有着更高效的散射效率 由于这些原因 阳光其实也更适合用相关色温表示 当然实际运用中色温以此代指相关色温的情况很多 很多时候像是一种简称 大家只要能够在概念上明白它的本质是什么就行了 一般来说如照明灯具 手电筒 闪光灯 灯光绿色片等 基本都会使用CTT标注 而相机和后期软件中的白平衡设置 都会直接使用色温以此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都是数码调整 根据算法计算后 可以精确其结果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要在当下复杂的光源 在各种带有品色和绿色偏差的LED 影光灯 甚至是屏幕的照射下 获得准确的白平衡 通常还是需要色调这类参数 才能覆盖全部的白平衡偏移情况 而在白平衡的设置中 往往色调才是比较容易让人忽视的部分 更多关于色彩平衡的内容 之后可能会单独和大家分享一下 当然色温和相关色温也是有局限性的 上面说到CTT参数值上加上Data UV参数 可以解决CTT无法定位特定光源色度的问题 但这依然无法区别两个同色度光线的同色异谱的情况 这也导致了CTT参数 哪怕是加上Data UV数值也无法表现显色指数 这样一来 如果两个光源有着相同的CTT和Data UV参数 它们照明下的物体仍然有可能看起来天差地别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低压纳灯 这类灯有着2000开尔文左右的相关色温 但是照明起来几乎没有任何显色性 和同为2000开尔文的白支灯的照明完全不一样 这期视频向大家分享了色温的具体定义 色温和相关色温的区别 以及它们的局限性 黑体轨迹对应的橙色到白色到蓝色 正好是我们日常中最熟悉的光源颜色 利用色温来引入各种不同的灯光效果 往往是给视觉作品添加主观感情和意识的重要手段 我们天生在炎热中追求蓝色的冰寒 在寒雪中追求温热的一缕阳光 我们的情感会被光源色温所牵引 而牵引这些颜色的创作者 我相信将会是屏幕前的大家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希望之后出什么样的内容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